其实真没事,离婚的时候首先,我没有那么懂事啊,然后又有了新的家庭,然后其实这方面已经不算不健全,其实真的是这样,虽然是继父,但是在我的成长过程中,给予了我很多很多事情,拼凑成我今天的价值观的东西。 就是说你并没有缺乏父爱? 对,对,我觉得没有。 2003年,英若成去世,孙子巴图想在葬礼上向爷爷表达悼念之情,而让他怎么也没想到,亲生父亲英达却冷酷地把他去之门外,甚至用一句话直接把巴图父亲的头衔摘得一干二净。 巴图是你大儿子的名字,他叫英巴图,这名,这名是姐的? 呃,这个咱们先存疑啊,这个,现在人家就叫巴图,这个,这个英字,咱们先使用了存疑啊,好了,先先放下来。 然而就在巴图被伤透了心的时候,英达却把另外一个儿子宠上了天,当年他还没和宋丹丹离婚时,编剧梁欢就已经介入了两人的婚姻,于是在英达离婚的第二年,他和梁欢的儿子英如迪就出生了。 当看到孩子的那一刻,英达异常的兴奋,感觉像是第一次当父亲一样,想把自己所有的爱都倾注到英如迪身上。 为了让儿子接受更好的教育,英达不惜变卖房产,举加班到了美国,配下儿子求学。 英如迪从小就喜欢冰球,这项贵族运动,不管是训练费还是装备,都也不是一笔小数目,一套下来起码要几十万元。 然而英达眼都不眨地给儿子全智办情了,还把他送进了一家高档俱乐部进行培训。 更夸张的是英达为了方便他学习,直接吃锯子给他修建了一所冰场。 他的做法也让巴图从小自卑又叛逆,因为不被父亲认可,他受建了别人冷嘲热讽。 宋丹丹为了照顾他可以说是操碎了心,英达这一冷血就冷了整整二十年。 在这二十年里,他对小儿子宠爱有加,恨不得每分每秒都待在英如迪的身边,对巴图却连一句偶尔的问候都没有。 对于这件事,他是这样解释的。 宋丹丹可以容忍英达对他的诋毁,也非常支持英达做一个有责任心的好父亲。 但他最不能接受的是,他如此张扬地炫耀对小儿子的爱,从而刺伤巴图的心。 于是宋丹丹在社交平台痛骂英达,男人可以离婚,可以重组家庭,可以爱现妻和儿子,可以携带子,在媒体面前凶妇爱,但不可以对以前的儿子,在七岁时,他求你带他出去玩一次你都不理。 十一岁,管你要电话你都不给,十四年来形同陌入,表演慈父可以,但我不允许你继续伤害我的儿子,你不是人。 面对宋丹丹的责骂,英达在节目中表明态度,阐述了他和巴图的关系。 一共就跟他相处了这么长时间,你们两个虽然是父子,但生命当中的缘分就这么长。 此话一出,不仅伤害了宋丹丹和巴图的心,也让网友对其展开了猛烈的攻击。 网友纷纷吐槽英达不配做男人,更不是一个好父亲,还说他是一个禽兽一样的男人。 巴图整整20年都没能得到英达的认可,从小受尽的委屈都在告诉他,他是母亲宋丹丹和父亲爱情的牺牲品。 而英达也因为自己绝情,背负了几十年的骂名,直到现在他和巴图的关系都没有得到缓和,让人不胜唏嘘。